幾千名阿富汗人上街抗議與巴基斯坦發生的邊界爭議 阿富汗對巴基斯坦就據稱阿富汗軍隊星期一早上 在兩國邊境上有爭議的地帶受到攻擊事件提出正式抗議 阿富汗外交部公布的一份操似強硬的聲明說 如果巴基斯坦部隊再次進行任何無端攻擊的話 巴基斯坦就將會對任何結果承擔責任 現在還不清楚有關衝突有沒有導致傷亡 這種攻擊事件在阿富汗首都克布爾引發大規模抗議 幾千名男子在抗議活動當中告付巴基斯坦滅亡的口號 這宗兩國之間最新的衝突事件發生在上星期 兩國士兵交火的邊界地帶 阿富汗說當巴基斯坦軍隊返回在一段管理鬆懈的邊境上 雙方都宣稱屬於自己的陸上過境口時戰鬥隨即發生 在上星期這段邊境線上的交火曾經導致一名阿富汗邊防士兵喪生 兩名巴基斯坦安全人員受傷 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互相指責對方 上星期三晚首先是一個主要的戰地開槍